当地时间4月22日 服装品牌Express宣布破产 该公司在美国有500多个门店 该公司计划关闭95个Express门店 以及Appress的品牌所有10家商店 这些店将于本周二开始清仓甩卖 其余商店将保持现有的营业时间不变 礼品卡将继续兑现 公司的退货政策也不会发生变化 Express成立于1980年 由于消费模式放缓和非必需品类 价格敏感性增加 一直在应对消费者需求疲软的情况 本月早些时候 有报道称Express难以暗示向供应商付款 表明该公司陷入财务困境 Express在2023年第三季度 亏损2870万美元 由于平均市值长期低于 1500万美元的最低水平 该公司于3月初 被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 打转得不抗